这堂课讲解一张团上花鸟菊花图 我们先画菊花 前几节课我们讲过菊花的基本画法 这次我们现在是先画一朵开放式菊花 开放式菊花 用笔都是用中部用笔 我们一层一层画 先画最里面的那一半 那一层那一圈 我们组不组过卖棉花 我们组不组过卖棉花 我们在这个左上方的话再画几朵花苞 画几朵花苞 画几朵花苞 我们在右上方的时候再画一朵 右上方还在画几朵花 这两朵菊花呢有高低的那个落差 不能画平衡的话 到底是在哪里呢 有的优优独播剧场内 来 这不是这个故事 这有的优独的精神 有的优独的精神 他很重要的 如果他在这篇草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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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周围来画 它的基础的这个画法是三片一组 三叉九顶 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个基础的时候讲过这个叶子的组合 当然在画的时候也要根据画面的需要 我们是大量调整叶子的分布 这个走向 走向它的动态 怎么样的生长 这个心中要有福 我们现在用那个折石的颜料画那个柵欄 画一组柵欄 就是农村的那种 就是篱笆呀的那种 就是用竹子 竹子鞭製的那种 自定的那种柵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这个画画很多东西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 这个我们再调整 再用弹幕画一些叶子 就是增加了这个叶子的前后关系 城市 就可以发展 这个画画画兆 这些则是有的时候可以 一些展示笔 写了这个兆的笔 还有风圈日赛 像不缓当然小画画那一点 用 triangles 用淡墨再浮一箱 在一般角上 形式就是除夜城市 全部关系 墨分五色 就是明墨、焦墨 淡墨 还有更淡的 这个甲子甲墨分五色 上面墨肯定是不可以五色 还要城市过渡 有很多 但是我们大致也没方便 我们画菊花的这个 菊花的这个干 菊花的干 花包 菊花全部把它串进去 我们画的时候不要画得太直了 这个干不要笔直立画 要有点的这个角度 要有点的弧度 这样子伸展上去 有个走势 这样子会更好看一些 有点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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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看 有点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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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人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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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费 我们之前用笔画出来的时候 这个叶子的形态 如果没有到位的地方 可以跟这边 Portal colle 32 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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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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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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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就是表现出来的 小 guideline hhhh 持有杓ств Increasing 198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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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 32 05 5 48 39р 我们下一步的话就用颜色 把这个菊花的颜色上色 要注意用笔 也不能说这个平图 要一笔一笔画上去 每一笔都能画 笔笔到位 不能平图 千万要注意了 这个菊花我们画成菊环色 菊花是两个 一件上面加点红色 有点就是菊红色 菊花 连菊红色 哪怕一笔没有画 菊花都不要已经 菊花的颜色要让它有层次感 菊花的颜色 花爆 花里 菊花的颜色 我们现在这个画的颜色已经画好了 这幅团扇菊花图我们基本上没有画好了 现在我们调节一下 这个罩栏 这个罩栏的这个就是用竹子的 这个我们接口处要稍微要用这种 就是像这个藤条样